好的 首先有请感谢艾玛 大家看照片 非常热心跟我介绍 那唐大叔大概看了一下这个地图 其实卢比根小道有一部分 一直到Georgetown和Lake Tahoe是一起的 才是Rubicon小道 在这个整个介绍里面呢 特别讲到Rubicon小道呢 或者叫McKinney Rubicon OHV Trail 基本上最主要呢 就是原来已经被废弃的一条路了 后来又变得很流行的对吧 大家玩四驱车啊 ATV啊 感觉越野的那些车的 但重点是这一部分在Lake Tahoe这边 是用这个标出来 那我们Rubicon 今天早点睡 四点半就起来了 终于赶在这儿非常开心 非常完美 然后明天我们再续续 Rubicon小道咯 我们可以选择住在这儿的温暖 或去任何地方 现在 无论和恐惧 和无论和认识 和无论负责 只是你和你的车 你會失去舒適和舒適 但你會看到最好的人 看到多少需要開心 吃 睡 G 重複 再重複 給所有G-Flovers 這就是你能夠開心 當樓開始 讓風開始 早上好 現在是7點多一點點 別說還應該海拔的關係 晚上還是有點小涼的 都結冰了又 簡單梳洗一番 先往魯碧根小道看一看 但我現在一直想備份資料 東西太冷了 所有東西不是沒電就那個好難搞 每一個吉普迷都想來看看魯碧根小道 對吧 然後都想走一走 主要是這個東西 這裡看到一個商店 叫地圖的指示呢 應該看到Pine Street 我剛剛已經找到了 在前面一點呢 有個Belowar就是大道 正好去 Supermarket小商店裡面買杯咖啡 今天早上不浪費時間煮咖啡了 麵包我昨天已經有了 就吃著了 好吧我們去問一下 然後從哪進 這個就是魯碧根小道 入口前的一個超市 人超級好的 剛剛沒有拍下來 但是和他們裡面人聊了一下 反覆反覆的跟我說 不要犯二 然後有幾個人前幾天在那邊 整個吉普應該整個冬天 就要在那過冬了 因為過一陣子就會有暴風雪什麼的 有大雪吧 他們可能滑下去滑到斜坡下面 6 feet下面 然後他一再跟我說 他說可以去看看 然後還有個可以走路的 路上車 然後我問他 我說咱們Taho這邊 和Georgetown哪邊才是正中 他說其實是連過去的 他跟我講了一點歷史 這裡唐大叔給大家另外一個小貼士 那天我去的時候 正好有個人幫助我了 他就告訴我33300 33300還挺容易記的 好吧 那我們去看一下 別犯二 對吧我們去看一下 我們馬上就要到盧比根小刀咯 大家看一下右手邊這個牌子 Rubicon 麥克尼 麥克尼 AXS 就是這兒了 麥克尼 Rubicon 對這個就是 Miller Lake AXS Rubicon Trail 現在我們懷著興奮的心情 那一邊往盧比根小道走了 首先看看牌子怎麼說的 Rubicon Trail 對 對吧 這裡就大家自己小心了 人家說 你自己不要犯二 因為如果太下雪 剛剛他們也說過幾天可能下雪 現在我們是再匯報一下 9點36分 Yuhuu 我們 是完美度零度 我們在27號 終於踏上盧比根小道了 哇好開心 終於走到盧比根小道咧 大家開不開心 I'll keep going I won't open Respect route closure 對啊 如果人家說關掉了 你就不要那個 旁邊有幾個小朋友 Hi guys Hi 幾個小朋友看到我開木馬人來了 就知道我來幹嘛的了 那現在咱們 先下來做幾個試 第一當然每次去越野的時候 Air down 現在調到 先調到 平時25嗎 先調到2827左右 試試看 哈哈這裡寫著 Pavement ends Let the fun begin 對不對 這裡開始就沒有了 那大家 就不能放二了 那自己要 多注意了 該怎麼走 或者怎麼樣的 好吧 自己就 我們看現在 希望在過去那邊 能碰到幾個fellow jeepers 不錯不錯 不錯不錯 只是排 嗯 反正就沒電話 但是一些信息抄下了 回頭呢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拍了幾張照片對吧 這裡已經開始有石頭了 咱們試試看吧 啊 試試看這塊能走多少 走多少 給力啊老師 真的不行 這個時候來 盧比肯本身就五隻在殘門口而已 沒什麼難度的 但是這個雪太那個一點抓地力沒有 完全在打滑 潑太斜了 那唐大叔的第十頂吉普帽子也給出去了 但因為他個人原因呢 Scott這個人他啊 就在盧比肯小道上面遇到的 他不想他的樣子被拍或什麼 沒問題 好吧 幫助過我的人我都寫下來 Scott 最後一頂帽子送給他了 那他跟我說了一下 他開的小YJ 但他有winch 有幾個地方 他說還是有點挑戰 特別回來的時候 你要沒有winch的話 他說你小心點 特別現在融化了 反而是壞事 因為現在室外溫度還是零度 所以你融化之後 他地面反而會變得濕滑 他說不好走 反而去溜一圈 大家就走路看看什麼樣子吧 好不好 好 一切準備就緒 我們走去看看 其實從這條路過來之後 還要一陣子才是真正的盧比肯小道 但是呢 王大叔說過了不犯二 以這個原則 而且這麼多天一直想去hiking走走 都沒有走過 所以今天正好hiking一下 而且是盧比肯小道的hiking 照理說它是有走路的一條線路 那唐大叔就走開車這條路 他說過了這個門口這裡之後 我覺得也挺有意思 不宜門口給你個警告吧 如果這裡都過都有挑戰的話 那你就最好不要嘗試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種地貌特點 對 對 確實是很濕滑 怪不得不太好上 而且我以為白天融化一點更好 其實不對的 融化以後反而 因為這裡一定什麼都會變成冰 反而更不好走 這個角度也是蠻討厭的 對啊 好冰啊這個東西融化一點點 然後馬上用凍住這個東西最討厭 好吧我們走走看 看裡面怎麼樣 看到這個很漂亮 Rubica 這個字都那個了 都看不太清楚了 Trail Dusters 4 Wheel Club 對吧 市區的人也要講 大家要維護才有玩的環境 像咱們加拿大BC省很多 越野的地方就不讓玩了 當然第一資源沒有這麼豐富 越野的資源沒有這麼豐富 第二的話呢它也要大家維護 像這邊挺好的 他們叫Trail Busters 4 Wheel Drive Club 他們來維護這條路對吧 保證該整潔啊不破壞啊不亂搞啊環境啊 那這樣才能一直玩 走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盧比肯 小道旁邊有很多湖 剛剛那人說過 但整個湖面都凍了 一直包場 哈哈哈 感覺真不錯 走到哪都包場 好繼續走 那我們就在這兒停一下 撿壞小石頭 我一路上都是在值得紀念的地方 撿壞小石頭 撿壞小石頭 順便呢 咱們看一下海拔 現在就是兩千零一百米吧 不是很刮掌 河飾小石頭 搖擺小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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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在这里折返 然后往回走吧 一样的话 我们还会再回来的 想想下次来的时候 是大家一起来 这是开一个老丰田 好像是Lancuse老款 还是FORONA 但它也没脚盘 带两个孩子 上得去应该回得来 没什么问题 但是 我不知道它就直接退出去了 还是再尝试一下 看来它还是要尝试的 那个狗 最后拍那个狗跳了一下 后拍还有只狗 他是跑到最下面 对要冲上 刚刚那个哥们 Scott 他拒绝上镜 那个哥们也是说 你Builded Speed 是可以上来的 我觉得可以 但唐大叔 就不想做这种事情吧 因为接下来 还有很长的路要赶 所有人跳了一下 特别是那个狗 太搞笑了 如果你们看《JEEP Canada》或《JEEP USA》 如果你们看这个电视剧 这个电视剧 你可以帮我 赞助我 赞助我 新的Rubicon 如果大家支持这个呢 如果大家支持这个呢 如果支持这个呢 别糊 不是真正 卢比肯小道 唐大叔 不是了 感觉告诉我不要是了 好吧 不要怪我 不要怪我太怂了 就是有点舍不得走到 我们一定还会再回来的 太好了 虽然呢 Scott同学不想要上镜 他说几个月前 卢比肯小道 他一整个都走过了 然后我给他看我的计划 他说 这很多地方我也想去的 Move App 他也想去 没去过 但加州很多越野的地方 他已经去过了 那又继续跟他聊 然后他说 几个月前就是夏天的时候 他说那就是 我说是 他整条都走过了 我说最挑战是在哪里 是因为像刚刚那样子高低吗 他说不是 有很多大石头 而且这个路蛮窄的 他说就是很多大石头 那我说 你感觉两门和四门怎么样 他说 他觉得四门 Long Wheel Base 就是轴距长一点 可能好一点 因为大石头嘛 就会撬得很高 你两门确实不太好搞 他说他那台 反正500块钱买的 后来当然买的有问题 自己修好了 他说给我看了一下 全都是已经搞得很惨了 他说 当时去 先和女朋友 然后又 女朋友的哥哥 跟他们一起去 一起走了一趟 一共用了三天时间 当然中间camping 因为你走不快的 这个地方 虽然唐大叔不能自己 亲自的再去体验更多了 但是我非常非常的满意 而且我一定会再回来的 现在是一点钟左右 室外温度还是一度左右 因为在融化的关系 在山里面 海拔是2100米左右 在卢比肯这里 我非常开心 到了我想说 我知道是不能越野或者什么 只是想来看一眼 没想到比收获更大 至少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进来这条小道 也有一点点小越野的感觉 一会就到卢比肯小道出口那里 我再去补一张照片 亲爱的卢比肯小道 下午还会再回来的 暂时拜拜了 如果还没订阅记得赶快订阅了 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赞 如果不喜欢 就不要给我差评了 下面留言 这个视频引出的话题 大家也可以跟我分享 跟大家一起讨论 然后当然了 如果你住在温哥华 或者温哥华附近 可以找汤大叔来买吉普 支持下业务 广告的话就这么多了 还是 好吧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白石木玩唐大叔 我们下回再见了 拜拜